字幕提供 這個是Feed 4的雨刷 Feed 4跟 跟HRV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長度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直接用Feed 4來去示範 Feed 4的是 你這個 軟骨雨刷 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有一個 一個撥的東西 有沒有這裡這裡 這裡有一個撥的東西 這個東西壓著 壓著以後 雨刷往下面把它退出來 這樣子 如果是這種雨刷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它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雨刷太緊 雨刷太緊的話可以做一個動作 先退一點出來以後 握著 打你自己的手 這樣子 雨刷如果太緊的話就可以這樣 好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再來我換換新的雨刷下去 等一下 這是新的雨刷 他一樣是勾進去以後 這個蓋子再蓋起來 這樣子 勾進去以後蓋子再蓋起來 所以 我們要進去先把它變成T字型 T字型 先把它變成T字型 T字型進去以後 雨刷會被撐開 撐開以後轉方向 然後往上拉 到底以後 這個再壓上去 這樣雨刷就換好了 如果你是原本就是這種結構的雨刷 就是這個蓋子 先打開 這個蓋子打開 打開以後 一樣手握住 往你自己的手在那邊敲 這樣就起來了 OK 後雨刷更換膠學 注意看這個構造是 後面是平的 前面是圓的 所以你就對應這裡 這裡前面是圓的 後面也是平的 一樣雨刷先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 這個最簡單 直接 用力轉過去 變成T字型以後 就可以抽出來 好了以後 新的再換上去的話 新的再換上去 他這裡是一個柱子 這裡是兩個凸點 剛好卡對應這裡 對應這裡 你由上往下拍 有沒有 這個是 那個 骨架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 凸點卡進去的地方 轉過來 一樣 要裝進去 圓的在前面 直接T字型進去 直接T字型進去 然後你要先卡 卡骨 骨架的位置 中間那支芯 先把它卡進去 再轉上去 這樣就換好了 這支是HRV 原唱 16個的 有人說16個的太長 所以我 用原唱的下去 換 試看看 會太長 他這邊 是沒遇到的 沒遇到的 這是16個的 不是原本的那支 人家說是15個 他現在少的痕跡 少的痕跡是到這裡 到這裡的距離 好,現在試用看看 好 變...變越...變掃越垮 掃的...掃的更寬了 然後兩支雨刷 不會打到 所以可以放心用16個的